国军未来不仅要扩大后备动员的能量 现在连民防组织甚至于公庙益勇 都要加入后备动员的行业 我们来听听稍早权动事的说法 在历来面临各种灾变的时候 整个民间的力量 从个人到NGO到教会到公庙等 都发挥庞大的力量 支持整个国家政府跟社会的一个运作 那未来在我们面临更重大的一个 可能敌情威胁跟灾变的时候 这股力量我们必须要跟你重视 去整合整个全民总力 那至于他所担任的一个角色跟功能 我们后续会邀请相关的中央主管机关 后续做研讨 让整个方案能更适切更可行 我们可以知道公庙益勇 甚至于包括这些民防组织 在基层其实都有相当绵密的 一个脉络 尤其是这个公庙益勇 跟基层的方面 尤其防护方面 地方的一个防护方面 都有他相当大的一个能量 因此国军未来不排除跟这些单位 来进行的所谓的后备动员的一个边管 也希望透过跨部会的一个合作 让整个后备动员能量发挥到最大 这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